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老大说为您带来的完整BP比赛直播比赛 DOTA2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PJRDOTA2公开赛的B组败者组决赛 VGGO对战EG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我真是 第一场比赛这个结尾我真是气死了快啊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看下今天的这个第二场 第二场一首VGGO选择是扳掉了剧毒 那么加油你以后可以去TI 我去TI是没戏的 想要成为一个先下赛靠谱的一个解说 就是你要想进OB位 你起码不能一天到晚黑犬肉对吧 像我这么一天到晚生气的就喷犬肉的这种 这种智障行为 有的时候自己也是把自己有点自毁虔诚的感觉 不过无所谓了 人嘛先活痛过来了是吧 看一下VGGO的前两手 第一手扳掉剧毒以后呢 EG选择扳掉的是夜魔和土猫 看看VGGO准备怎么打 因为之前费的这个土猫也是 VGGO之前在这个败者组第一轮比赛当中能够获胜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相比之下赛拉的这个敌法师并不能够成为EG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 不过上一场比赛确实苏妙的这个状态是真的好 苏妙这个家伙拿着一个中单的大胜 走了一套这个很中国化的这种出装的一个套路 打出来的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RTZ的这个德鲁伊真的是他们这支战队非常稳的一个点 只要RTZ拿德鲁伊他跟那个谁有点差不多 就跟ACE那个选手差不多 这两个选手德鲁伊都是绝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秘密很少给这个ACE去拿 但其实ACE的德鲁伊打的相当好 这样比赛一直接着一手去抢神牛 Universe的神牛Grade的神牛两个点都打得不错 所以先拿出来一个神牛不会影响后边的BP 我说句实在话 我很尊敬这些职业选手 说尊敬可能不靠谱 因为年龄上我比他们普遍的职业选手都要大一些 说尊重吧 我很尊重这些职业选手他们自己的一个实力 但是我我真心觉得就ROTK的这个颁选啊 讲道理的说ROTK的颁选我真的不觉得特别的出色 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 虽然他可能这个负责BP很多年了 在这个位置上有他自己很独到的一些见解 但是ROTK来作为BP手来说 他们的这个阵容拿到优势的时候 我真心是没见过多少次 我说实话我真的没见过说他们在阵容上 能够拿到多大的优势很少很少很少 而这一场比赛BP这个任务其实就BP这件事情而言 他现在对于比赛走势的影响占到的比例是非常重的 因为现在大家在这个优势局滚雪球的能力都很强 所以你前期的对线所谓对线的优势与否 其实就是你BP的优势与否 你的BP能够占到便宜 你的线上比对方对线强 那么你的节奏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节奏点 队友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就不管哪个英雄任何一个英雄都有用 但是你要能够把这些英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你在线上不能够去有太大的一个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才能称之为你这个BP是成功的 因为现在如果说是两支就是实力差不太多的队伍 就是硬核实力 这个相差不超过5%到10%的这种队伍 搬选几乎可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差不多得决定一半 这场比赛EG选择是搬掉了一个雪魔 卡马的雪魔在上一场比赛 其实还是给EG造成了一些麻烦 但是VG勾由于你一直在用敌法师这一个点去打比赛 那么也就导致了你其他的点就有一种 这种偷懒的一种心理 也就是说我的敌法师再刷就可以了 我自己干什么都无所谓 然后那你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面对弱队可能可以 对吧你的这个一号位 有确实超出常人的一个能力 超出对方所有人的这个智商和实力 那么是可以的 但是当你在遇到这个水平差不多的队伍的时候 这种战术思路其实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的这些酱油 就弄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然后就整个地图到处在送 上一场比赛有一段时间特别明显 就是在敌法师刚刚做出来自己的这个狂战斧那一段时间 然后整个VG勾到处在死人 整个地图上就是到处在死人 反正死的不是自己的酱油就是血魔 然后就是乱七八糟的到处都在死人 就整个结构就乱了 这些酱油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抱头打对面我打不过 打不过抓人我抓不抓人我抓不到又抓不死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敌法刷钱 剩下自己的四个队友 抓人抓不死打人又打不过的这种情况 就是你bp的过说白了就是你bp的过 你bp出来的一个阵容 除了敌法师以外四个人跟对面打 要么就杀不死要么就留不住 要么就是打不过就这么几个情况 那你这四个人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就只能整个地图去送等着自己的一个敌法师去carry 敌法师确实经济保持的是不错 但是对方有一个猴王跟你经济基本上差不多 而对方其他四个队友又比你在团战的时候要强势 那么你这样的话一对比起来就完蛋了 因为对方不是单核对方可不是一个大胜单独自己飞 对方真正的一号位是一个德鲁伊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打不过对方那就僵了 那肯定就僵了 这场比赛EG在第三四手搬掉的是雪魔和一个蝙蝠 VG狗选择三四手搬掉了先知和德鲁伊 针对了一下Universe的先知和RTZ的德鲁伊 RTZ在德鲁伊没有了以后 他是很有可能会拿敌法师的 因为在敌法还在 而且你这场比赛拿了帕格纳 现在你看VG狗 你这场比赛作为后班候选的一方 你的三四手先拿 你没有去搬掉敌法师 你自己拿了帕格纳 然后呢你自己拿出小强的情况下 对方扳掉了一个蝙蝠 然后你自己在第三手拿一个拉比克 那你这就是等着再给对方放敌法师这个英雄 EG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掏出一个敌法来堆 你我跟你说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现在VG狗的酱油位的输出偏弱 大哥位需要去补输出 大叔为什么Miracle中单大胜TI7那么弱 因为他当时这个对大胜这个英雄的理解问题 当时TI7是没有狂战大胜这种出版的 狂战大胜这个体系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队开发出来的 但是在比赛当中最早的剑是中国队这么用的 当比赛EG先是Fear给自己拿了一个霍兰支援 还是先拿345没着急 拿出一个霍兰支援了 这场比赛霍兰支援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你这场比赛VG的控制少 现在你的酱油控制很少 然后你的控制少的情况下 你这场比赛只剩两个大哥位 而且这两个大哥位必须要补很强的输出 如果你要再给我掏出一个什么单核体系来的话 我霍兰支援直接把你拉住了你就必死 也就是说这一手的颁选实际上还是Fear占优了 然后现在呢 EG就是放给你敌法师 你现在敌法拿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EG这个阵容要是遭遇到一个敌法师的话很僵 但是你的敌法一拿出来又容易打成一个单核 又会形成一个单核体系 那你这个单核体系拿出来的话 你现在又拿一个死灵法 我真心觉得EG这场比赛可以教对方玩敌法了 RTZ的敌法绝对打的也不比你赛拉的敌法要弱 EG这场比赛拿了个维萨吉 这个应该是中单苏妙的维萨吉吧 RTZ好像也会玩维萨吉 我怎么印象中好像RTZ有这个1号维萨吉的英雄池 VG最后一手选择搬掉的是一个老虎 防了一手苏妙的老虎 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这个阵容理解里面 对方这个是RTZ的维萨吉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EG赶紧这场比赛把VGO给收了 赶紧把VGO给收了 真的收了我就省事了 我就可以休息了 今天已经拨的时间太长了 这要是再打满VGO3 我今天就疯了 我今天这直播时间就得超过13个小时了 最后一手EG选择搬掉了一个蜘蛛 那么作为先搬先选的地方 最后一手也是需要他们先去拿英雄 这场比赛反正EG最后一手如果不拿敌法师的话 还真有点白瞎这前四手说实话 他们现在这个前四手英雄对经济的依赖都非常低 放一个敌法师去打单活还真是可以 而且敌法师这场比赛可以考虑做个散尸 大家说要是VGO被收了谁背锅 或者他们怎么提升 VGO这支队友他们现在 首先我觉得BP还是不要让老队去BP 老队的BP 反正就这场比赛大家看 如果说咱们如果说Fear拿出一个敌法师来 然后这个敌法师选择出完散尸 出完分战以后做一个散尸 你说VGO这场比赛怎么打 拿一个散尸做个BKB 你说这场比赛这VGO怎么打 敌法师一个人撵着你全体跑 但分给你哪个人打成残血 一个打收一片 绝对是绝对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后一手EG选择是拿出了一个小黑 这样的话变成一个四远加一神牛 小黑加上维萨吉的一个体系 看VGO最后一手准备怎么去打对方的这个小黑体系 打小黑体系我们之前见过就是打小黑体系最成功的是 应该是WINS 应该是WINS 他们在面对对方小黑体系的时候打得很成功 但是现在VGO这个阵容全都是点法系说说 物理的点现在是零 一个都没有 拿出了一个蚂蚁 塞拉的蚂蚁 RTZ的小黑 苏妙的一个维萨吉 然后UNIVERSE UNIVERSE的互联支援 3号为互联支援 没有让UNIVERSE打牛吗 这应该要换回来吧 我怎么觉得 CREATE的就打了 3号为互联支援 这样比赛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这个VGO的输出在哪 没有输出过这个内容 帕格纳的虚无 加爆 加弱化能流 加死灵法的大招 我能看到的好像就只有这些 我看不到他们其他任何的输出点 一个都没有 VGO的双奶 VGO哪有双奶啊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帕格纳加上死灵法的双奶啊 这他妈双奶 这他妈双奶啊 要是能打成了我真是 CREATE的这里一上来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假眼过来去反眼 这个这个眼的视野其实挺差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反野的就是蜂野的眼位 他这个眼位还真是不太好排 吃树排的 这样比赛1G RTZ的小黑 VGO这个阵容 我也看不到他们这个阵容有什么游走能力 真的是看不到 我真是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游走能力这样比赛 感觉阵容拿出来就凉了呀 靠着帕格纳跟这个死灵法的一个虚无 两个虚无互救吗 互救对面这个魔法伤害一大片啊 不是只有物理输出啊 这场比赛呢 VGO又是一个 受诅咒的三幅开局啊 稳的不行也是 中路的一个对线呢 刚一开始苏妙是维萨吉加上这个神牛过来挂了一波 那么上路是universe的一个上单 一技能是直接加了一个视脑 上话跟你队员也不是很虚 下路小黑加上菲尔的双头龙去打这个帕格纳加上小强两个点 压力也不大 塞拉这个地方被对方的universe吸了一口以后 状态已经是直接被吸到只剩不到半血 哎呦的拉比克这个地方想起 这两个人说白了 你这两个人打一个universe是打不过的 就是咱们很讲道理的说 这个蚂蚁加上一个拉比克真的是打不过的 搞不好要被单杀的 这个地方对队友救一下 这里举手吸一口再拉 吸一口再拉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由于两边都在打架 我现在完全看完全顾不过来 完全顾不过来 咱们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们来看到 就是EG目前在对线方面是三线占优 中路已经完成了击杀 下路的小黑的补刀呢 也是完全压制了皮鞋羊 皮鞋羊这个地方这里一个穿刺 没中空了 爆到了一下 但是冰火交加给上以后呢 神牛也赶过来 这波好像是有机会能形成反杀 哎可以反杀呀 这个神牛过来给一个板是够的到的 杀这个也行 废的这个地方也要死 对方哎漂亮 这手虚无给的nice 我刚才在想有没有手虚无去救 还真是给上了 这手虚无救的nice 我们这样救下来的话 下路小强回家 上路的蚂蚁也是 打不过这个universe 真的打不过 水桶妖这个英雄 说句实在话 水桶妖这个英雄放在中路 对单亚龙都不虚的 这个货是 你让亚龙跟水桶妖 你遇见一个主吸攻击力 然后主减攻 然后负吸血的这种亚龙 你这种水桶妖 你真打不过他 他二级的一个减攻 可以直接把你的攻击力减成 接近负数 然后你点他就再也不掉血了 然后他可以美滋滋的去 他的手补刀 他也不点你 他也懒得理你 你给他点的差不多了 他吸一口你血 宋妖在这个中路 现在补刀是14-6 非常的肥 神牛这个地方 做了一颗真眼 把对方这个线眼给板掉 美滋滋 钱还让给了宋妖 看巴萨的了 今天玩有巴萨的比赛是吗 不过我不太爱看巴萨的比赛 巴萨现在 内马尔也走了 苏牙还在吗 苏牙是不是还在巴萨 现在 这Cred被打断了自己的小蓝 不过本身也是满蓝 无所谓 现在上路的对线 你看这个蚂蚁几个刀 蚂蚁打了半天 七正零反 Universe多少个刀 二十正十三反 然后呢 你现在唯一一个发育的算凑合的就是你中路的这个卡马的死灵法 但是跟对方的这个死灵龙一比 这个补刀也是差了很多 这波开悟游走 你看来了这俩人 一个有空没输出 一个 另外一个控制和输出也约等于没有 这些神牛过来破一波对方的物 这波你要是硬打的话 我要反杀了 你们这要敢打的话 我要反杀了 这里一个冰火交加给上 苏牙二级的灵魂超多 一发甩出界直接带走 卡马这个位置往上走的话 也是完全顶不住 苏牙这波身上还有八格魔伴 你现在死灵法师没有到六级的话 你这种游走就是毫无意义 真心是毫无意义 因为你没输出的 拉比克这个英雄之所以有一段时间 最近他的登场逐渐的多起来了 也是因为现在 由于一些这个比较值得偷的技能的英雄比较热 所以呢他现在登场是在提升 但是有一段时间 这个英雄几乎是被对方大家遗忘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这个控制完全没有输出 控制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然后呢距离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英雄在前期带节奏方面的能力是极差的 小强这里溜到上路看到一个六级的universe 六级的universe 这里一个大招拉住 只能是过来救一下队友 universe这波好像是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PDDR也没技能了 对方这个换支援手里边还有六个魔瓣 吃一口魔瓣回头吸一口血 不够 蓝不够吸血 蓝不够 完全空蓝的情况下 七个魔瓣也不够他吸血的应该是 七个魔瓣其实是一百零点 六个魔瓣是九十点 终于是击杀掉了对方一个人了 大叔国内看好哪个队 没有 KG吧 KG吧 一定要说KG KG可以期待一下 其他的队我就算了 死灵法刚才也被弄死了 什么 我一个没注意死灵法也死了 好吧 看一下是征路 现在 苏妙带着自己的这个小雍兽呢 也是美滋滋 两个雍兽是分别去两边开一开视野 自己的本体在征路呢 混经验现在混的也是很舒服 七级 对方的这个死灵 卡玛的死灵法 现在是六级半的一个经级 塞拉的蚂蚁来到下路以后呢 自己的这个补刀是追上来了一些 上路这里看一下自己的队友 双头龙过来以后呢 吸一口 没有大招 双头龙在旁边 但是你这个皮鞋想要这么跑的话 是跑不掉的 对方这里身上是一个橡胃鞋 这两个控制性能给虫了 这一套15光魔霸 吃一口 回头吸一口血 漂亮 这里开始可以拼掉皮鞋 皮鞋空蓝了 这边打完了以后 阿优的这个拉比克 这里睡一下对方的小强 一个板留住拉比克 这个拉比克这边睡一下 出来以后直接一个平衡带走 这里还有一个小强 手里边是一发穿刺 没有皮 跟罗斯这里吃一个大药 手里并没有多少蓝 这里对方是选择一张 这个冰桥没动住 有点可惜 1比5的一个人头数 这里两个拥兽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那么对方是开启了一个拥护护照以后 直接给了一发灵魂超度 做第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拥兽再往前跟 做第二下 这里一个防尘米打上去 伤害不够 一发灵魂超度 直接带走对方卡马 这里皮鞋梁过来给的这个摔老 也是没有能够去把自己的队友救下来 来看一下现在的经济情况 死玲珑在中午目前是一个无解肥 纯粹的一个无解肥 那么小黑现在排在第二 Universe排在第三 塞拉的这个蚂蚁排在第一 那说Major还是在这里播 那么期待下周的比赛 Major应该是 Major的版权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全都是在火猫 这波 对一波神牛 给一个虚无 开始吸血 神牛这波肯定是死了 击杀到神牛的是阿优的这个拉比克 现在是二级的一个柔瓦能力 加上一级的一个局 Universe现在七级的霍兰之援 一个人在线上混得没滋滋 现在的这个Universe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来多少人我都不怕 你知道吧 你得吸一口血 吸一口血 这个蚂蚁得赶紧开大 不开大的话 一会儿你再上线的话 直接被对方一个大招拉住以后 你就死了 就是一个帅 帅完了以后大招拉住 拉住以后正好可以给自己回篮 回到篮以后呢 直接一口吸直接秒了 根本就跑不掉 大叔VG狗这把还有戏吗 你们要是想期待着翻盘 然后去睡觉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去睡觉了 野区这个地方是大招钻了一下 对方的皮鞋羊 但是呢 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这一波VG狗的一个 反身的一个追击 感觉要把自己给追死的感觉 睡一下 对手解一下 这里一个一穿二打得不错 但是对方那个水董妖 在后面技能可还都没有交哟 得吸一口 这里一个灵魂超多 直接带走帕格纳 两个雍兽一波合击 那是砍死的 水董妖一个人往前顶 自己的现在一千多鞋 树林里边一个废的小强 也是直接被干死 苏米亚完成了双杀 无人能挡了已经 经济来到了将近五千 十分之五千 这里给上一个 银层超多 两个雍兽是做了两下 没有做到对方 有点可惜 上落还有一个天命的挥霍 这里是Cred吃完 苏米亚这里撞的还不错 Cred是吃完挥霍以后 给自己的队友加一口秘法 说实话 有的时候觉得现在这个DOTA这个游戏 真的是比以前简单多了 大家要知道 以前秘法这个东西是费蓝的 以前那个东西叫秘法指环 那东西费蓝你敢信 回蓝那个道具 它要先费蓝去加 然后经常在比赛当中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自己的蓝不够用秘法的 这种情况都有 现在的DOTA真的是 对新手太友好 太简单了 其实现在这个游戏 小黑的精进目前是4300 对方现在卡马的这个死因法 是追到了3400 刀一现在还费蓝呢 刀一剩下多少个版本了 这里一个魔爪直接钻住 等一下这个时间 然后往下坐 一个龙魂超过 伤害没打过 为什么没坐 是CD了吗 看下费的在往里怼 这波费的出来以后 直接被雍兽给A死了 直接被雍兽给死了 这个防尘迷下来 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这神牛一个版 留住两个雍兽 第一个坐 第二个坐 坐两下 一发灵魂超过 直接带走卡马 这里塞拉还想在网上追 就不可能了 双比赛 有时候RTK的这个BP RTK的这个搬选 有的时候真是让人 给上一个吸血 一个爆 双冬龙直接一张TB回到家里面 留不住 Cred的神牛到现在为止 12分钟还没有到6级 其实这个神牛 日子过得挺苦的 小黑的经济呢 目前已经是草鞋加封脸 然后手里边攥着一个精英腰带 准备要出一个夹 已经钱够了 中路塞拉这里给上一个睡 神牛这里准备接一个板 给上一套技能 灵魂超过都没用出来 直接一个试脑就带走了 没这根T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G了呀 已经 讲道理的话 他们拿出这套阵容的时候 我就觉得已经可以G了 两个傭兽往前走一下 给一发灵魂超过 一个板直接带走 做两下留住卡玛的死灵法 这个卡玛的死灵法 还被对方直接给 板给留住了 这里再给上一发灵魂超过 一个冰火交加 一个睡 这里对方的皮鞋 然后过来挨了一个大招 拍地板 自己空血 一通合击直接带走 中路一塔也被破掉 这比赛播的 我还不如去吃鸡呀 我觉得看我吃鸡 夜比看这个比赛 心里痛快点 真是大夜里 熬的夜到两点 被喂了一口屎 这还不是一口 喂了两口 经济差13分半 9000 所以给上一个睡 英雷若瑟斯这里 手里是要大招的 等一下自己的队友 两个雍兽 这里大招 拉住 两个雍兽 一顿合击 做一个 做两个 直接做死 那么这里 神牛是被对方的 三人小组 却给收了一步 这个就是 基本上 这场比赛 VG狗 所有能打出来的输出了 就是帕格纳 给上一个虚无以后 小强的穿刺 加上抽篮 帕格纳自己的爆 吸血 以及阿优的一个 若瑕能流 这还偷了个勾赫 勾赫偷的还可以 14分钟 这边苏玛 已经超神了 1万的精力优势 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 我看到的真的不是 一个近乎无敌的EG 真的不是近乎无敌的EG 真的是 让人难以理解的 VG狗T 这里睡一下 等自己的队友 神牛这里准备给板吗 封路板 留住 两个雍兽 一顿合击 一发灵魂超度 对方这里买一口 自己的蚂蚁 从侧面支援上来以后 这里两个雍兽 还在追着对方的 这个直接A死 正面战场 这里是一个穿刺 留住神牛 VG狗T 这里是吸血 但是被对方 拿一个皮给顶掉了 神牛这里 是被对方举起来 这里冰火交加 给上一个链 浑身 看一下这个虚无加吸血 很凶 但是皮蟹羊 直接是被两个雍兽 给A死了 这两个雍兽 过来做第一下 做第二下 苏鸭还没有死 一发灵魂超度 打残对方的小强 小强被击杀掉以后 这里赛拉 开着自己的隐身 打不出来 最后这一下的平A 他打不出来 最后的这个平A 他打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应该是中了 这个黄泉颤抖 攻击力被吸了64点 他打不出来 最后一下伤害 因为他本身攻速 就慢 这个英雄 被吸掉64以后 他的攻速等于 就只剩下不到100了 这样的话 苏鸭这波没死 经济上方的经济差 已经是拉开到了12000 16分钟 维萨基点金加A仗 关键是手里还有1880块钱的存款 RTZ这场比赛 RTZ这场比赛 RTZ这场比赛真配合我 这种时候发了一句话刷一下存在感 要不然这场比赛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了 我已经 真的我已经忘了还有小黑这回事了 这里小黑被对方小强破误 被对方小强破误 正面站上这里留了一下 蚂蚁这里是两个幻象 这里虚无加爆 但是没有人敢往上走 这里给一个吸血也是非常谨慎 这里小强隐身隐了半天呢 也是完全不敢放技能 三个拥手两个空血才会坐一下 RTZ发了个上啊 这波RTZ过来以后 第一波参团也是没什么收益 过来带着自己的游战打一个盾 刷一波存在感 光环怪 中力生我去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一直一会打一行字 RTZ你退吧我们能赢 你站在泉水里给光环就行 小强这个附件因为有一颗自己的真眼 所以知道这没有对方视野 是比较稳健 看一下这个杰西洛 杰西洛这样比赛 这波是被对方找到机会击杀 这又是一个队友被睡住了 一个魔爪抓住这个小强 小强这波一顿合击 再做两下带走 然后一个被沉没了的蚂蚁 这里一个板给上 一发灵魂超度 再加上一顿平A 直接带走 塞拉S 我跟你说这个要是 这个要是传胖在VG狗 我跟你说传胖现在估计 跟VG狗打起来了 真的就这阵容拿了 真的已经打起来了 这是一个防尘谜 防尘谜一波 这里 苏妙追完过来 一发灵魂超度 打成残血 三个雍兽往前追 A一波 然后转身 这发现一只卡马 这卡马直接被三个雍兽顺秒了 苏妙这个位置有可能 还是杀不掉 还是杀不掉 看这边睡一下对方的这个蚂蚁 斯林法选能买活 拉比克选能买活 出来的亡命一波 然后给自己一个GG的理由 RTC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 A死了一个人 漂亮 RTC这边在团战中杀人了 这里又A死了一个对方的小强 这里开始A对方的死灵法 再给上一个狂风 又要A死对方的一个死灵法 nice 这边苏妙最后还是收到了 卡马的死灵法这个人头 那么双方人头数来到了一个27比9 就精进杀来到了1万5 下路是皮贼阳在带对方的这个线 目前 EG的两个大哥的经济已经等于对方全队了 真的已经等于对方全队了 这块神牛过来以后留住了帕格纳 帕格纳这个位置就是一波惨死 宋妙这里 没事也进不去 皮贼阳立了个棒 立了个棒子以后呢 这里进来 一个灵魂超度 发现没有没有层数 两个平A直接带走 再把你的棒子给收掉 20块到手 手机是9%的店 能看到比赛结束吗 没问题没问题 放心 Rose这里跳过来 睡住蚂蚁 一个打招拉住 一个烟焰粉身 一个冰火交加 两个雍兽 再加一个冰墙 顺秒 赛拉的这个经济打了20分钟 4800块 两个雍兽往前追了一下 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 这把要是围着根能翻 你给我刷猫 我跟你说 你给我刷游艇 他们都不可能翻 这一个睡 躲开了对方死刑法的一个大招漂亮 给一发灵魂超度 直接是把这个死刑法要打成了一个残废 死刑法这波又给了一摔 老又是一发灵魂超度 这个在网上追一追又有一发灵魂超度了 看一下三个英兽过来 垂一波 这里给上一个睡 英兽兽做一口 再给上一个满层的灵魂超度 B&J也是表达成了一个残血 开了一个正弹以后呢 是扛了一波 RTC这里过来给上一发狂风以后 配合自己的队友 苏苗又是击杀掉了费的这一个小强 但是觉得哪个队能把液体终结了 现在我看不出来哪个队伍有变了实力 所以偷到了一个冰墙 这个冰墙偷的还是不错的 不过还是被苏苗苗直接一发灵魂超度 带走了自己的这个蚂蚁 所以卡妈也是不忍受我直接打出了GD 那么1G这场比赛也是21分钟 其实这场比赛选完人就可以G了 其实选完人就可以G了 应该更准确的说是选完第四首英雄以后 就可以G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选最后一首了 不是我看摔中国队 也不是我去这个 怎么说呢 真的不是说我看摔中国队 也不是说对于中国队这些选手有什么偏见 就你在这种关键局你拿出这样的一套阵容来 我看不出来怎么赢 我很负责任的说 我很负责任的说 就VG狗拿出来的这五个人 和EG这五个人 你把EG这五个人的英雄保留 把这个选手换了 你换成一个6000分平均分的五个路人 VG狗都打不过 我就敢给你打这个保票 他这个阵容拿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 0.1比9.9开的这么一个阵容体系 完全打不了 没有看到任何的爆发点 没有看到任何的节奏点 线上没有一条线能占到优势 中期团战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大后期打架也打不过对方 你就这种阵容我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拿出来 根本就 一点我都不理解 我真的真心是看不出来 这场比赛绝对你给EG 你要说5000分以下 咱们单说 这可能个人实力确实差距太大 EG这五个人 换成五个平均分6000分 往上的这种路人选手 打VG狗这个阵容 都是铁定能赢 你就是把VG狗这个阵容 换给液体去打 液体也打 也不可能打得赢 你根本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去战胜对方的点 刷钱刷不过 战线战不过 打架打不过 推塔推不过 团战也打不赢 拖后拖不了 拖到后期还是打不过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赢的一场比赛 基本上是 所以这场比赛 我有的时候确实不太理解 就是为什么 在这种关键局会 拿出这样的一套这种体系来 一手小强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二手拿帕格纳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在已经拿了小强 帕格纳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是要开始去考虑 补输出的这个问题的 然后三手拿了一个 一个拉比克 你这个拉比克如果想拿的话 你早拿 你放在前两手掏出来 对吧 你比如你前两手拿一个拉比克 加上古法 你这样拿出来以后 对方反正是一个神牛 你能偷的这个神牛的技能 你觉得挺熬使的 你可以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你前两手已经拿出了 帕格纳的小强的情况 你再去拿一个拉比克出来 你的大哥就需要去补输出了 对吧 这个时候 我刚当时我就在说 一定要去补输出 必须要补输出 然后 然后VG狗拿出来什么英雄 拿出来的一个马 拿出来一个死灵法 死灵法是需要队友去提供输出的 他自己没输出 你这场比赛 VG狗如果真的是想要拿这个阵容打赢的话 你唯一的希望是两个武器大根 死灵法加这个帕格纳两个武器大根 加上摔倒 然后怼上这以后 一个防尘迷过去 但问题在于 即便你打出来这套组合了 你后边的输出谁来给 然后在最后一手的位置上 给塞拉拿了一个蚂蚁 你这场比赛拿一个蚂蚁 蚂蚁是一个零爆发的大哥位 他一丁点爆发都没有 他全身上下所有的技能 加起来打出来的伤害 还不如猴子的一个幻影长毛 看不懂 看不懂 真心看不懂 就是VG狗这个阵容怎么调换分路 他们都打不过对面 对面三个战线的 一个死灵龙 一个小黑 一个universe的水桶摇 然后神牛一直在蹲死灵龙 双头龙一直在蹲自己的 蹲小黑 就是在这样的分路的情况下 VG狗这套阵容 你告诉我 他怎么分路能打得赢对面 就没有一条线能打得赢 根本不可能打得赢 你三路全崩了 然后你就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等级 这场比赛 赛拉前期那么长时间 就七个补到 人家反补都快20个了 他正补七个 这种比赛真的要拿 能打赢的话 我真的能把脑袋塞在卖洞瓶子里头 我跟你说 大半夜的 喂了口屎 真他妈的 睡觉睡觉睡觉 今天这个比赛 我给大家录到这里 气死我了 看得我真是一脑袋包 行了 这套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咱们今天的录制 这是最后一场 我去挂上船 挂上船以后呢 咱们 哎呀 行了不说了 不说了 录制就到这吧 不给大家灌输太多的负能量 这套比赛